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第一次听到这个角色简介的时候 我已经投入了 我已经想象到自己会能够演出这个角色 花了很多功夫 剧本画得花了 也在当中学到很多东西 这个角色我自己也很喜欢 所以我很感恩大家看完之后 觉得我成长了 剧中一帮小童星的七色演技 感动了不少观众 就连张宝怡都忍不住大赞她们很厉害 我今晚下风 想和她偷师 对 想和她偷师 有很多对手气 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真的越来越聪明 可能他们从小到小 已经接触很 现在网上 你可以接触很多外边的东西 想想我们以前小时候 真是笨笨的 真是笨笨的 什么都笨笨的 现在的小朋友真的聪明了很多 近日被传同女友 汤诺文好试近的马鸣 这日自爆很喜欢和小朋友玩 还开口说不抗拒做爸爸 反而做了人妻的宝怡 对于三B就逃脱了 玩就喜欢 接着那条问题 生就不好 不要住 要多一点的心力 因为你会看到她 除了是出来玩 你对她很多的 譬如她做每一件事 你会突然间有责任心 你要帮她解释 其实那件事是否好 有一个教育成分 在里面更多 我正想问 拍完这部剧之后 会否令到你足复 不如想想什么时候生日 暂时未有这个打算 未培养到这方面 未有空 好 原来未有空 我听到Ben好像是想的 我听到Ben好像是想的 是吗 是吗 那谁也不得了 都对不就是想 但也不得了 你会不会 如果你是接下来 结婚之后 如果我结婚 结婚之后 我又不介意 快点生小朋友 如果我真的结婚 是 是 你自己单方面的想法 你有没有问一汤才行 她 那我就不知道 你问她 你问她 是 因为平时你自己 会不会都很喜欢 可能亲戚小朋友 也有 我两个儿子 现在都入大学了 是 我小时候过去 现在很独立 现在来到求婚 那就打机了 是啊 识演院长的凯俊杰 演技入营入格 有台形 他表示都下了不少苦工 还自爆一场吵架戏的趣事 这个趣事就是 整个对白里面 去到最后那句 就认不了 想起都想到 我叫他们帮我认 演员帮我一起认 都认不了 我最没说粗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是NG的 那个 但就是没有出街 当然没有 因为那个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现在也没有出街 他不是那个都不知道 能不能够 在那里 他们是一个人 没有出街 我也是一个人 我以为 是个人 我也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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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一个人